在地球和人类面临的这场浩劫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战场 都必须迎接自己的战斗 一号 出发 前往十二号股民以警 罗峰 关于金角巨兽的空间扭曲能力 我们商量出应对措施了 有办法了 金角巨兽发动吞噬有距离限制 那我们就在距离外引爆核弹 但这样就伤不到它了 我们就是要它判断核弹对自己没有伤害 这样才能接近它 如果有足够数量的辽机携带原子弹 在它周围爆炸而没有伤到它 那我的洪荒技战机就有机会携带最大挡量的青丹 接近它引爆 简单直接 有可能会奏效 眼下有一个急迫的问题 根据卫星检测 金角巨兽已经摧毁了亚美利加所有的战争基地 现成的欧罗法大肆破坏 这么快 照它的速度来看 七天 持续七天 人类就会全部灭化 所以 我不得不将青丹攻击计划提前 今晚就实施 今晚 现在计划提前 辽机还没有全部到位 我需要紧急证用你的智能战机 好 我现在就把战机全线交还给你 去吧 也好 这些人最后的人 能够成为地球防线的一员 我很荣幸 谢谢你 主任 罗峰 海明距离海船能五千一百米 而十二号不文明游戏 在海船下方三千三百米 明白 你们这些怪兽 每年都会杀入内容 不知道多少人赢你们二死 你们该有此报 山洞水下两千五百米 三千米 四千米 海船 我全面深度的恐怖水压 就算是行星级五成 也不能轻易承受 但我用魔云堂幻化出的这套战架 再叠加黑神套状 身体已经能承受这样的压力了 再往下三千三百米 爸爸他 这种隐秘的地方 当初地球刻骨 是怎么发现这仪器的 靠地球科技当然不行 他们也是靠星际战舰上 获得的探测仪器才发现的 除了像我这种 能够主动隔离信号伪装 比你们无法探查的外 地球上其他仪器 几乎都被发现了 到了 我的精神念力能够辐射周围五百米 但也只能复杀到这艘战舰的 一小部分 这艘战舰 甚至比极限无管走步还要到 罗峰 我们来对了 这是一艘星空剑队的母剑 清单打击计划开始了 警战伟签 一三段 冰箱 复杂 闹编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一阶段 轻量核弹麻痹计划 启动 李宗盛来了 且带两万吨当量的核弹 他发现先前战机了 三千米 一定要成功 他开始攻击了 五百米 就是现在 起爆 七千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